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房贷 判断成绩一定要0到100之间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所以要把什么 不是 不是0到100之间的数字挡下来 因为基本上我们上面 已经是确定是数字了 那再来就判断说 他数字是不是不在0到100之间 不是的 所以不是的话呢 几种写法 if什么呢 if 那我要判断是 应该是一不用一是姓名 二 二的话就是 那我们讲 这个 他输入的资料在这里 testbox2.test 如果什么呢 如果他的那个什么 testbox2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小于0 OK 另外的话 所以我要挡下来是什么 就是他的成绩是小于 假设是0分 那这个100分 所以这个 和这个 可是你特别说这两个应该不可能有交集嘛 所以这个一定不可能用end end才可能交集 所以这应该用偶尔 或这个状况 或这个状况发生的话 那就都帮我挡下 OK 所以特别之后 那怎么写 这个条件小于0 对不对 后面就加一个空一格 偶尔 打一个偶尔 所以以后那个逻辑要懂得怎么去判断 这个要连击 就是不重叠的 你用偶尔 如果重叠在一起 你要抓的话就end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再写一遍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它如果大于100分的话 那也不行 没有100分以上呢 那就表示错 然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把这两个条件的抓出来 这个关键就是这个逻辑 中间加一个偶尔 那我就MatchBus 刚才讲说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后面也许再警告它一下 Vivit Critical 好 这样子 那再来如果它输入错误嘛 一定要把上面的资料给清空 然后游标再帮我放上去 那同样的方式 做2之后 那再做3 再做4 所以基本上就把这个2 改成3 改成4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应该差不多 所以我一样 把它用复制好了 不然没那么多时间 把这个程式打出来的话 然后就直接把它贴上来就OK了 好 那这样基本上呢 我们就分别判断三种防呆 那这样如果你 当然除了这三种之外 可能还有第四种 第五种 你想的呢 越完善 那你这个系统呢 也就越稳定 越不容易出错 那不容易出错的话 基本上这个Round 起来就很OK 所以以前写完之后 不断测试 测试完了OK上线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用的也蛮开心的 那当然有一段时间 可能还是出错 我们要改一下就好了 大致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哇 那太好了 以后的话 大家都乖乖的 所以那个 所以以后 只要你把那个规范 都已经建立好之后 很多事情 你就不用去伤好金了 因为开头都已经先讲好了 源头都已经管控了 后面你就不用再收烂摊子 最怕是源头 根本都还没管控 乱成一招 乱招招 之后要收尾就麻烦 不好收尾了 OK 好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执行 那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他没有输入资料 一定要输入 所以我们就直接输入资料 这个应该没问题 输入资料 如果输入100分 像这个 刚刚应该会出错 那我们 这个其他都输入吗 那这个一定会 这个把它输入120 他一定先先检查这个 有没有 阿拉伯 把它清空 好 输入 这个也错 有没有 输入0到100分 把它删掉 好 一定要这样 OK 这样的话再新增 就没有问题 OK 只是说你会发现 最后好像还有一点 美容不足部分 就是 就还有同学会 所以程式永远没写完 他说 Enter 他就想说 老师 我们以前习惯都是 Enter之后就输入了 可是问题现在怎么样 你现在Enter会怎么样 他会跳到这边 那你再多按一个Enter 一样输入 但是就有同学就是会反应说 老师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 就是以后不要再多一个动作 就是你直接按一个Enter 就自动的帮我输入了 不要再还要跳到这边 或者按滑鼠 就直接输入 那要怎么做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也不是坊间书记 因为之前他问我 我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答案 我也不知道 好像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在VBA里面 没有做过 但所以我用推敲的 我想说 这个可能要需要做一个事件驱动 什么事件驱动 就当这个地方被按下Enter的时候 然后如果他是按Enter 那我就直接帮他去执行这个Sub 那要怎么做 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 这边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你会发现 他会触发一个什么 Test Box 4的一个程序叫Change 可是我不是要Change 我是要什么 所以上面这边有个程序 有没有 就有个清单 你会发现 这个Test Box 里面有这么多可以触发的程序 其中有一个是 当我按下某个按键的时候 按键 你可以看上面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按键 Key 当Key被按下去的时候 刚开始我猜是Place 不过Place是按住 所以理论上 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应该是 按下按键是按下去 所以应该是KeyDub 那我也不确定 所以那时候我就试了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 当在这个储存歌按下按键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有一堆 自动帮你写一堆程序 里面就写了 可是问题来了 所以这两行可以删掉 接下来我怎么确定说 它按下的按键是Enter呢 特别之后 它会透过一个什么ByValue 这边有个Key Code 就是告诉你说 我可以从这边告诉你说 它的Key Code 那当然呢 Aské Code内码 Enter是13 所以如果Key Code等于13 那表示它按下按钮 如果按下按键是Enter的话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判断 如果 如果 if什么 它这个Key Code Key Code 假如说是等于13的话 Key Code Key Code 这个按下按钮如果等于13的话 表示它按Enter then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什么 空一格 then end 的两下 打一个end if 做什么呢 如果它是按13的话 那表示它要新增嘛 所以我就打一个什么 Core Core 之后的话 Core什么 Core 上面一直往下 Core这个程序 什么程序呢 Sup后面的名称 刮户前面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你就等于是 当它按下13 就是Enter的时候 那就呼叫什么 Core 把它贴上就可以 Core Command Button 一click 就等同是什么 你就按下按钮的意思 我刚开始想 应该是这样没错 如果再来的话要试试看 因为网络上说真的 你们去查查看 应该也没查 应该查不到答案吧 我在想 OK 因为我Google 好像没有人特别讲 那我试一下 所以执行一下 所以刚刚填资料 我刚刚是打资料上去 我现在都打正确的 刚刚本来按Enter 它会跳到这边来 多按一个Enter 现在呢 因为我在这边有写了一个 当这个testbox它keydown 按下去 判断是不是13 我按Enter看看 如果是13 那就call 这个Command Button 一click Enter一下 OK了 所以这样的写法是没错的 OK 也不是特别是10倍的 因为我是想说 它的运作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就顺着它的运作流程 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刚刚写的东西 如果要记不太得 没关系 云端上面我好像有放在这里 按下Enter 直接输入资料 就这些 有没有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keydown OK 当按下按键的时候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也就是这样 你的程式就越写越完善 其实有些功能其实后来补上去 虽然如果不加这个功能 其实也不影响 可是如果加了之后的话 感觉会紧上天花更好 OK 所以我们就 再陆陆续续 把一些功能给补上去 让这个表单功能 可以更加完备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将来 想要拿这个来使用的话 那就更符合实际上的工作需求 OK OK